比以下下午茶零嘴 一秒鐘轻松买单 零售业进入战国时代 除了笔电面笔版图 更瞄准逼经济 让电子支付成为新战场 一卡通 因为有卡 照讲他们应该是 是来带头做领头羊 大概也没有做得很好 我们看能不能做 台湾支付的领头羊 我们是后面才开始加入 这个行动支付的产业 所以我们希望能在初期 我们第一年 我们希望能达到 达到两百万的注册会严肃 林敏雄很有自信 要当领头羊 隔空向对手统一宣战 支付平台上线 合作品牌多达一百二十个 全台有十万多个据点 未来将联手全家扩大生态圈 统一超商合作地上 超过百家品牌 七万五千个据点 起步也走 两千零四年十月就已经启用 不同的支付习惯 它会产生一些所谓的排他性 所以当它消费者开始习惯 使用一个特定的APP 当然就会产生 彼此之间的一个竞争的情况 资测会统计 消费者选择 零接触支付方式 已经从2020年的37% 飙升至50% 3 2 1 请扫描 强攻电子支付市场 零售大咖各有千秋 夹带实体门市 以及背后广大会员优势 就看谁能成功吸睛强势 环宇新闻客户 陳陈珍台北参谋报道 请订阅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按赞